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跟鲁灯贴在一起 我在童话故事里 暮笑 倒影 在一片翠绿中 就像那些明星片的风景 风华的剧名 流来人群 就像美丽的电影 默默不敢 再只有我的电影 听 只有夕阳 替我偷瞎自己 再走 我不变得孝敬 风吹一鸟 看出它们离去 既然自古正旁美丽 忘记我们在这里 这天出空 当光红月光 流星爬过夜空 寻找遥远故乡 风吹过 我不想 遗恩和闭望 却带又告诉我 带回去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有根独特 别在一起 我在童话故事里 取消 倒影 在一片翠绿中 就像那些明星片的风景 风华的剧名 流来人群 这只漂亮的翠鸟我们就画好了 翠鸟身上有好多种颜色 特别说它有红色的嘴 翠绿的头 还有蓝蓝的羽毛 还有金黄色的腹鱼 其实它有红红的爪子 但是我们这只拍的翠鸟 它爪子在身上看不到 所以翠鸟是特别漂亮的一种鸟 它抓一些小鱼 摄影师特别喜欢拍翠鸟 尤其它捕鱼的那个刹那的瞬间 小朋友以后可能会在很多的摄影作品里面看到翠鸟 好了我们今天就照一部服作品来画一下翠鸟 希望小朋友可以用自己的油画棒来进行各种各样的 吹鸟的作品创作 好了这期课就到这里 小朋友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期课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转发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 高级红件感谢你的关注 小朋友再见 再见